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前面看過的三十個字母和母音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Ga下面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叫做Wa Ga wa shu Wa shu 就是Wa加在底下 然後這個很像小鳥的頭 這個叫做Ga Ga叫Ga 所以這唸Ga ya da ga 這唸拼音的時候是Ga ya da ga Ga wa shu Ga Ga ya da ga 那這個時候要打出這個字很簡單 就是在Ga打完Ga了以後再按M 然後就直接打Y的位置 Y是牙的位置 然後因為這個下加字有幾個 Yada wa shu 跟Yada 然後這個Ga下面 記得我這不是一筆畫過去 不是Ga完了以後 再從左邊這樣下來 這個是R R的下加 R 這個R 這個下加寫成這樣 這個下加叫做R Ga la da la 這個叫做Ba 然後上面那個像小鳥那樣念M的音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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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繁體字 我們有總共有五個繁體字 那繁體字都是先這樣 就是 等一下怎麼打 好打 shift 因為這個 這是大的繁體字 所以我們要打它的時候 我們要輸入這個大的 這個叫做Ga Dalok Ga Lok就是顛倒 Dalok Ga 所以這個要打出這個Ga的時候 打出這個Ga的時候 它的位置跟那個Tah的位置是一樣 Tah 跟那個大的位置是一樣 跟大的位置是一樣 跟大的位置是一樣 跟大的位置一樣 但是只加了一個shift Shift 然後如果我們要打那個R R就是小R的時候 請按著那個shift再加小A 所以我這邊有寫 Shift A 那就變成R 然後Shift T 就是大的繁體字 Dalok Ga 這個拿的位置叫N 如果我們打了Shift N的話 就變成那個Nalok Na 就是拿的繁體字這樣 那如果是這個字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 S Ga Ga 那我們先把S打出來 然後按M 這邊有寫 你看 這個先S打出來以後 S就S 然後呢 你要打下架字Ga Ga Ga的鍵盤是在C 那這個時候 打下架字的時候 就是打M 那完了以後再打那個 Ga打的時候 又打 這Ga是C 然後Yada是Y 所以每打一個下架的時候 就打一個M 打一個M 然後再打 然後呢 如果是這個就有點麻煩 如果那個我們的繁體字是在 在那個 繁體字如果是當作下架的時候 這個大部分都是在經典上才會看到 是經典上才會看到 所以這個時候很特殊的就是 Shift Auto Ctrl 全部按著 然後因為這個大Lock 炸 大的繁體 那大是T 大是T 所以這個時候呢 請按著 Ctrl Shift Lift Auto 三個鍵 同時按了以後 再按這個T 的位置 那如果這個的話 直接打Ga 然後呢 再下Lock 應該叫X 對沒有錯 但是它反體字的時候 就要變成 我們剛剛講 反體字是那個 按Shift 然後 Shift X 如果剛剛X的話 是 連在一起 如果剛 原來一個字的時候 就下的時候 是直接打X 可是如果按著 我們看一下 如果按著Shift 在X的時候 就變反體 所以記得一個原則 就是反體字都要變成 用Shift 來打 反體字都用Shift 來打 那因為我把它做成表格 所以看起來比較容易看 那我剛剛說 因為那個 國中師兄 他有給我其他的 所以如果 大家需要說 我看想辦法怎麼拖 好 然後呢 再過來就是 像這個文字在哪裡 你會看到 就是經典 我們那個貝葉經的基數頁 就是正面的頁頁 第一頁 第三頁 第五頁 雲頭 那這個雲頭就是M1 按著M 然後再按E 同時按M1 然後M2就是 這M1 M2連在一起 我們雲頭是這兩個 然後如果我們現在要打 像那個 剛說Bump的那個 這個Bump的 上面這個字 那要打什麼呢 像這個我們剛說 那個 這個是爬 爬是F 然後因為我們要打上加 本來是下加才有M 可是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要打這幾個符號 也是要打M 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需要這個 這個音的時候 我們就打M 然後3 M 然後3 那如果是月亮跟太陽 這個就是M4 月亮跟太陽就是M4 那這些沒有用到 這些沒有用到 這個我自己找出來 但是很少用 就不理它 然後呢 大家也看過這個符號對不對 就是 蓮花生大師的那個 符葬法 符葬法的那個 後面都是這個符號 那這個符號一樣有兩個 就是M7跟M8 我有沒有打錯M7 有 M7是只有兩個圈 那M8是中間 那M8是中間 其實這兩個意思是一樣 我問過Lama 他說這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再過來 這個後面就很少用到 這個我們會看到 如果有時候會看到兩個符號 NARO NARO 那NARO的話 我們就按兩次 就是那個O的地方 按兩次 那如果看到這個 有時候看到KIKU的顛倒 KIKU的顛倒就是按著M在I 因為I本來是E 就是KIKU的E 那你先按M再按E 就會出現這個符號 所以這些符號要稍微記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製造 法本的時候才會用到 就是我舉個例子來看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在 譬如說我們打那個 打經文的時候 譬如說打經文的時候 然後打到第二列的時候 只有一個字 譬如說 我們打到第二個字 出現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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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字是 也對不對 這樣子 那這時候不能打這個符號 不能打謝 就是一句話的 第一列的最前面 只有一個字 不可以只有打謝的符號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這個符號 需要這個符號 那這個符號就是M9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打了M 然後再按9 不用同時按 就是按M完之後再按9 就出現這個符號 這個是 因為我在幫拉拉拉製作 那個三四部次第 昆修的時候 法本 因為它整本裡面 常常會遇到 一列的頭只有一個字而已 那這個時候不能打謝 就要打這個符號 所以這個是我們打經典 因為才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呢 大概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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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譬如上架下架之類的 所以才會注意到這件事 好 那如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跟我討論 那像這個也是一樣 先按S 然後再按M 每一次下架都按M 然後B的話是B 然後又啞打 又變成 又按M 然後再按Y 然後再按I I是幾句 就這樣子 那我現在示範幾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示範幾個打法 譬如說 像這個 這個是最基本的 104的類 104就是第一個B 那個 這個爬 爬就是那個F 然後那個 尬的話 就是C 好 那現在需要 Rata對不對 那所以要先按M 然後再 R 就是 按M 然後再按R 好 然後再點一點 點一點就是J 那C的話 就下 下就是X 然後Gipu 就是那個I 的位置 然後Sar 就是在S 的位置 然後又點一點 這是這個跡象錄音 然後爬的話 就是F 然後塔就是D 然後那個捲波就是E ABC的E 那個位置 然後雷就是L 然後又捲波 雷 就是母音 然後卡 卡就是K 然後撒就是S 然後最後 對不起 最後字的地方 就畫一條線 就這樣子 好 那這個下面的 K讓人家說 就問人家說你好 K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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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雅打 就先按M再按Y 就雅打 然後 哪肉就是O 然後呢 這個塔就是D 這樣子 然後讓讓 ra ra就是R 然後 哪的話 就是G 然後再點一點就是J 可是你點一點就是J 然後sar的話是S 然後又按M 因為它是下加是尬 不是講錯了 G字是尬 但是它是在那個 加在那個 sar是加在上面 我們是從這個上下 從上面一直打下來 這樣子 然後sar 卡打 先按M 我剛剛按兩次 按M以後再按C 就是變成 卡尬Q 然後sar 卡在卡 然後尬Q 尬Q就是U U就是U 然後再J J是點一點 然後卡的話是K 然後這個sar sar的話就是Z 然後尬Q就是U 就是U的位置 然後卡又來了K SAR就是 S 所以很多字都會常常用 用久了就OK了 又來了 剛剛就得BO一樣 F 然後TA 卷BO就是A BO就是BA BA就是B NARO就是O IN就是Y Q就是E N B B SAR就是S 然後又再來SAR SAR就是 Enter鍵的 左邊的符號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 他說KONG GUE GEDU 他正在翻譯 KONG就是TA KAR就是V NARO就是O NARO就是G SAR就是S 然後下面這個字 叫GAR 所以先按M GAR GAR 是C 然後TA D 再點一點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從最上面下來 每一層每一層都要加一個M 所以SAR打完S以後 然後就打M 然後卡 這個卡就是K 再按M 因為要下架是Y 按M完以後 再壓打是Y 然後小Q 就直接U 直接打 母音的話不用按M 然後再R R就是R 然後G 又來了 卡 然後A打 等一下 A打又要按M 因為它是下架 然後A打就是Y 然後KITU就是E 就是I的位置 然後點一點 然後R就是A 然後D 打小Q 卡 那個打就是D 小Q就是U 然後卡 那因為卡 它已經是一條線 所以不用再畫一條線 不用再畫線 那很奇怪 沒有 那可是有的時候 它畫兩條線 我們就空一格 再畫一條線 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講的雲頭 就按M以後1 M以後2 就是雲頭 那雲頭完以後 一定要有線 然後再距離 一段距離 然後線 然後開始打文字 譬如說 如果假設我剛打 再四個雲 就這樣 這樣子 一句話 所以這雲頭很重要 雲頭就是基數葉的最前面 都要有雲頭 基數葉 那偶數葉是翻過來就不用了 好 那所以 進階的部分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